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妹娘见过敌大人 我该如何称呼你呢 相应五改 大人是并州人吧 我也是并州人 就叫我妹娘吧 好一个相应五改 彼此彼此 普世殿是礼佛地 请大人去救 入乡随俗 入死随复 何去救之有 据说御医死后 妹娘一直不肯接见几位大人 这次却因为人节魄力 难道真的因为我们是同乡 不 同乡情义 怎能和人命凶暗相比 妹娘肯见敌大人 是因为你和其余的三位大人不同 只因为他们身在朝中 我却在朝外 愿闻其想 身在朝中处事难免收治 正如颜大人受皇上之命 调查此事 必定偏忽妹娘 而大理寺两位少卿 虽然是众口称谕的审判 但他们的背后有皇后施压 调查起来 判断难免会受影响 就只有迪某人身份低微 或许对人对视还能保持中立 以一个平常人的心 来面对这个案件吧 与大人说话真是乐事 大人有事请问 在观音面前 妹娘定坦诚相告 不许好 御医方太极是如何死亡的 就在此地 就在你所做的蒲团之上 当时御医正在为妹娘把脉 然后倾壳几声 便把自己饿死了 御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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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媚娘可是相信这世上有巫术 媚娘是否相信并不重要 关键是狄大人相信了 人姐只相信证据和真理 人姐只相信证据和真理 最后一个问题 媚娘是否怀有身孕 是 媚娘是否怀有身孕 人姐告辞了 帝大人 御医 媚娘有一事相求 刚才大人所想 烦请大人守密 与媚娘对话真是乐事 放心 人姐刚刚所想 定不会告诉他人 因为这也关系着人结的生死 三日之内 定还媚娘一个清白 狄大人 家乡的勺药可开好了 妹娘喜欢勺药 小的时候 外婆总采了给我们酿胭脂 我也很久没有回到病州去了 现在已经六月了 相比勺药快开了 大人请便 是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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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大人 请允许仁杰 参与真办此案 好啊 求之不得 狄判佐 你有什么要求的话 尽管告诉我 本官会安排的 那请大人在普氏殿前 加派守卫吧 难道普氏殿 还会有事发生吗 这羽衣死时 殿内只有两个人 如果五妹娘 不是真凶的话 那必定有第三者在殿中 但羽衣死后 普氏殿一直有人看守 这凶手 到底是如何逃走的呢 所以你相信 凶手还在普氏殿 我刚刚去看过了 机会不大 但有可能 有这个可能 便不能反过 我们即可加派人手 我来亲自彻底搜查此点 你策判权 那人家待会儿 我去找一个朋友 或许她可以帮助人杰 解开这寓衣自家而死的谜团 我回来后 就跟王大哥一起搜查普氏殿吧 那倒是好 你要找的朋友 你要找的朋友是慕容姑娘吧 对 这慕容姑娘是药王山庄的庄主 这医术冠绝江湖 而且见识渊博 说不定啊 可以从她口中 得到一些信索也未定 况且 因为王昭燕的死 我也有事情要问她 好 慕容姑娘住在凤莱客栈 她这几天可能会离开 你要找她的话 要快一些 那这样吧 狄判佐 你马上去找慕容卿 我和蒋绍卿呢 赶紧回宫里向皇上禀告 王大人 您就留下来继续调查 好 时日之期 只剩下不到三日 事不宜迟 我们分头行事吧 贾少卿 走 看来你是不相信 五妹娘是凶手吧 她不是 为什么这么肯定 她是否跟你说了什么 你刚才却没有说出来 不 正是因为她有些事 但是没告诉我 所以我才认为她不是凶手 我问她是否怀孕了 她很爽快地就承认了 却没有说出孩子的爹是谁 难道你猜出了谁是孩子的爹 他是谁 说不得 说不得 说不得就是孩子的爹 你也不要再问了 等她孩子的爹亲口承认吧 就因为我猜出了孩子的爹是谁 故此 五妹娘根本就没有杀死方 予议的动机 所以她根本就不是凶手 人杰 王大哥有何指教 王大哥是不想人杰参与调查吗 真是什么事情都瞒不住你 来 王大哥如果想让人杰调查 便早会对人杰明言 不用严大人和蒋绍卿提出 只是昭燕的事让你无辜地牵扯进来 伟兄真是于心不忍 王大哥何出此言 难道调查真相不是你所希望的吗 人杰 有时候真相更是令人难以承受 尤其此案牵扯之果 完全会出乎你的意料之外 关键是一旦查出真相 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人杰 你我是交心好友 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件事情 如果此案威胁到你的性命 你要即可抽身 此官返回病重 从此不再涉足官障 王大人 真的这么严重吗 你答应我 好 我答应你 那我就放心了 今晚来我家暂住吧 咱们兄弟几个好久没有喝一杯了 那人杰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晚上见 看来这王大人一定知道一些 有关此案的重要秘密 这秘密不但重要 还会威胁到人性命 在我应该想着 你 我来 我是 我来 你 我来 我来 你是 你 原浅兄 看到那个最红的了吗 等等 注意你的呼吸 还有风 那苹果无时无刻不再飘动 记住 不能伤它分毫 师父大人 人杰这次的作品 你还满意吗 确实进步不少 今晚可以陪为师多喝三杯了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人杰 知道我为什么教你 用铁笔做暗器吗 是想你今后遇到危险的时候 可以做防身之用 人杰只是一个小小的书生 又不是什么闯荡江湖的大侠 就是因为你是一介书生啊 人的一生很难说什么时候 会遇到危险的 你为人太善良 我怕你被人欺负 乌荣卿是我的师父 谁敢欺负我 想喝醉吗 好 嗯 员 嗯 还记得当时我来药王山庄 拜师学艺 姑姑根本不肯收留我 还好你当时替我说话 谁叫你一进来 就忙忙撞撞地 打碎我最心爱的酒杯啊 谁叫我当时马上就闻出来 那就是二十年前酿的女儿红 谁知你立刻就说 这是好酒 打碎了可惜 你这个女酒鬼啊 分明就是想找个人陪你喝酒 可是我现在 不只想要你陪我一起喝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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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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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我投降 好吧 喜天镜与点栏目 不好了 怎么了 我后得出事了 小姐 你还在等敌人节 用不着你管 我怎么能不管 我们要赶在城门关上之前离开 我们走后 王少卿向五妹娘借了古诗殿的钥匙 为了安心调查 一个人进去 谁知一个时辰过去了 王大人却还没出来 主人敲门时 发现门已被反锁 参见蒋大人 王浩德大人还在里面吗 还在殿里 没有出来 王小姐 你也行 王大人却是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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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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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姐 这里交给我 你快去救王大人 救人哪 小姐 小姐 上车吧 小姐 敌人杰是个寡情的人 我劝你还是不要再想着她了 我想什么与你无关 别忘了 我是小姐你是奴婢 小姐 这次到长安城 我已经陪你做了很多大胆的事 都不知道怎么跟姑姑交代 姑姑最不喜欢敌人杰 平时你还要跟她见面 那我真的很难 谢谢 你 pł有鬼 那沈莲 我先做一个大胆的福建 从今以后 gift was the king 快要去 컬�义 你身边是他的福建 慕容卿便是我耀王谷 第二十代谷主 参见耀王谷 第二十代谷主 谁敢挡路 我要慕容卿跟我走 王浩德大哥受了重伤 谁下的手 我 我已经用悬丝神针 为王大人保脉须命 接下来为他做好止血 免得血脉一通 泄流不止 蒋大人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今夜 王大人把自己反锁在了 赶业似的朴实殿中 无声无息 直到我跟狄大人感知 推开殿门才发现 王大哥 王大哥 坚持住 你人进来救你 王大哥坚持住啊 莫云 八剑 八剑干嘛 请王大哥的手 齐万斩下 快 来不及了 蒋大人 莫云 王大哥 就交给你了 大人 赶业似的官兵已经 全部都死了 他们都是自己把自己给掐死的 大人 不会真的有鬼吧 传王令下去 立刻放锁城门 擅自出入者斩 另外再派三万士兵 去巡逻长安城 一旦发现可疑任务 立刻收剑 是 敌人杰 你总算亲眼见到了吗 王大人的性命 总算是保住了 但是王大人的气血 置行太久 伤了三阳经 断了阳为脉 能否醒过来 还是未知 活着就有希望 王大哥是个铁汉 定能熬过去 这我不担心 慕容姑娘 你相信 人可以掐死自己吗 不信 难道是有怨魂所命 我敌人杰 从来没见过杀人的鬼 只见过杀人的人 但无论他是鬼还是人 我定会把他抓出来 还王大哥一个公道 蒋大人 可否带我去看一下 守卫的尸体 请 由你来 这有怨魂的 死犊 是 这的确是被人 恰死弃绝的迹象 但是 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银针 是 任杰兄已经用银针 测试过了 他并没有中毒 轻身流水一份 是 要我相信他们自己掐死自己 我宁愿相信 他们全部都中了毒 这青山流水 是我们药王山庄的秘方 如果血中有毒的话 这青山流水便会变成绿色 毒性越强 色泽越深 你问问他 这还要过多久才能变色 我狄仁杰从未见过一种毒药 可以让人自己掐死自己 他 应该已经听见了吧 我说的话他听不见 你说的话他才听得入耳 慕容姑娘 为什么有人说的话 你会听不入耳呢 有些人的话 我就是没兴趣听 我就是没兴趣听 不用我重复了吧 莫语 嗯 拿一个白瓷碗来 把这个什么青山流水的给我 小姐 果然是中了毒 只是毒性轻微 色泽不深 你跟他讲 既然毒性这么轻微 既然毒性这么轻微 是怎么毒死人的 而且又如何同时向这么多人下毒 你是不相信我的话 是他不相信你 我是不相信有这种毒 走 请自 蒋大人说得对 毒性如此轻微 怎么能让这么多人同时中毒呢 他们虽然都中了毒 却并非死于中毒 是蒋大人说的 还是你敌人节这么想 是我这么想的 况且王大哥身在普世殿中 守卫却在殿外 为何会同时中毒 这根本不可能 看来 有一个人能替我们解答 昨夜王大人向媚娘 借普世殿的钥匙 媚娘便借给了她 后来便再也没有见过她 昨夜 你一直都在房里吗 正是 可有证人吗 蒋大人是怀疑 媚娘与昨夜的命案有关 只是怀疑罢了 没有证据 狄大人 怀疑和谣言一样 是不需要证据的 自从御医 在普世殿离奇毙命之后 媚娘的言行 一直受到了监视 蒋大人要是怀疑 媚娘昨夜的行踪 可以向守卫查问一下 便会清楚 杀人不一定要在现场的 杀人确实不一定要在现场 有道理 怀疑也不一定需要证据 但这杀人动机总不能没有吧 或许有人担心王浩德在普世殿中会查出什么 所以杀人灭口 普世殿的连串命案牵涉许多条人命 而受害者的死状 皆和御医方太极相同 伍媚娘 你既是杀害御医的嫌犯 自然也是昨晚毒害王浩德 以及多名守卫的嫌犯 蒋绍卿 这只是另一个没有证据的怀疑 除非 蒋绍卿与无知的妇孺一样 相信巫术可以杀人 那你现在就把五媚娘扣押行刑 向皇后领功 否则 你就把凶手找出来 免得两天以后 一个含冤无辜的女子 被人以大火活活烧死 我不会让你含冤而死的 我会找到证据 谢谢大人一直维护 只怕着真凶不易捉拿 不过无论如何 狄大人对媚娘的恩情 媚娘将涌寄于心 我也是同一句话 我不会让你含冤而死 我不但会找出证据 也会把凶手找出来 告辞 大人留步 大人 真凶若是想嫁活媚娘 目的早已达到 现在他们不惜一切代价 扩大事态 估计目的不仅如此 所以大人 万事小心 谢谢媚娘的关心 媚娘也请保重 她的确没有杀人动机 她的确没有杀人动机 而且她说的很有道理 凶手不惜大开杀戒 一定另有目的 还记得王浩德大哥曾经说过 惨关联重大吗 我有一个预感 还会有人会因此案而牺牲 这次的女人 也会被她做的 她会对她的 娓娓祥谈呢 就是因为她根本没有杀人 所以她半夜敲门也不惊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这个女人最厉害之处 就是能够把初次见面的敌人杰 服服帖帖地收为己用 为她顶撞大理寺少卿 光是这一手段 就已经很厉害了 你这话说到哪儿去了 我只是认为五妹娘不是凶手 所以才为她说话 你说五妹娘不是凶手 证据呢 不会是光凭直觉吧 我会找到凶手 找到杀人的方法 我说了 是毒 世间根本没有让人自己掐死自己的毒 你的说法 我完全不接受 这只是你孤陋寡玩罢了 慕容宝 我们走 我又要看她 汉原 变成袖子呢 要不吩咐 没有 我然后她的这只水 有脑子呢 就去 我寥有 你 不用蒋大人操心了 他在吃醋 别说你不知道啊 现在速速去办 明白 你主仆二人劳累了一夜 我在天善居设立一桌韭菜 不知两位可否赏面 这体一不错 请 走走 快点 小姐 你不会真的是要逛街买东西吧 为什么不可以 当然不行了 现在街上这么乱 哪是逛街的时候啊 我们还是赶紧回客栈吧 那你自己回客栈吧 我一个人逛街就可以了 小姐 你可别忘了 姑姑让我看顾着你 她说要是你敢糊涂妄为 今儿我一定阻止 我总怎么跟姑姑交代 不用担心 你被解雇了 我不管 反正我就要把你安全带回去 解雇 什么解雇 解雇 我是药王山庄的庄主 难道解雇你还不可以 你已经不是木龙家的人了 也没有必要向姑姑交代 自便吧 解雇 小姐 快快 来 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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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主 怎么样 西市东市都找遍了 不见敌人街 还长振风不再是帮主了 别找我帮主 你们干什么吃的 找谁都找不到 这边 这每天麻烦事够多 常认风影完美 其实任杰兄 也相信普世殿一案 是集体中毒事件吧 现在只是推测 就那慕容姑娘来证实了 而且啊 她一定会回来证实的 让开 到处都是官兵 这生意怎么错啊 干脆把破子挂了 好好好 老板 还做生意吗 做呀 当然做呀 姑娘 你要买什么药材呀 我要一间药店 浅将不如计较 难怪严大人说你聪明绝顶 女人心海底针 也都可以被你算得这么仔细 讲到是过奖了 如果哪个男人啊 要是自以为能看清女人心 那真是四寻烦恼的冤大头 自寻烦恼本就是男人的天性 不是吗 但其实人杰凶 心里明明就不想让慕容姑娘 蹚这次的浑水 但偏偏又抵挡不住 普世殿神秘集体杀人事件的吸引力 还是让慕容姑娘 去寻找那毒药的来源 蒋大人你想多了 我家大大只是想见慕容姑娘而已 吃你 我 看来狄判左是个多情人 也不枉蒋冒着吊烧的风险 为你带来一个消息 两个时辰后 大理寺便会拘捕慕容卿 他对疫情 董导 你听到这个消息 还能吃得下去啊 你也快吃 快快快 快 你俩一夜未睡 不补充一点体力 又怎么在两个尸身之内 帮慕容卿洗清嫌疑呢 但慕容卿之前一直在药王山庄 昨晚才回到长安城 这大理寺是怎么追查到他的呢 王昭燕死后的一个月 大理寺便派出精锐展开调查 刚得到消息 说王昭燕死前一个月 药王山庄曾采购大量剧毒药材 而成分呢 就跟杀死王昭燕的 相同 经大内御医的分析 王昭德所中的奇毒 天下间除了慕容卿外 一时无人能配 还以慕容卿连夜离城的时间 刚好是王昭德在普世殿出世之后 一切线索都表明 慕容卿可能就是 谋害王氏兄妹的凶手 王昭德一案 皇上极度重视 嫌疑人等 一律宁网无纵 所以我已派官兵和刀斧舍 把慕容卿包围 只带一声令下 便立刻把慕容卿 拘尽审位 朝廷跟江湖 一直以来保持着看不见的平衡 江湖的事 就用江湖的规矩来解决 朝廷也就闭着眼办事 但普世殿的命案查办刻不容华 要是慕容卿被捉 朝廷和江湖的平衡势必被破坏 双方要是发生冲突 对彼此都是大劫一场 所以你知道 为什么我要冒着掉乌纱的风险 来拖延这两个时辰吗 是不是只要证明慕容卿不是凶手 便可以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我也不是一个爱自找麻烦的家伙 况且我也是学武之人 也算半个江湖中人 有些事情 我还是不想看到 这顿饭来得真是及时啊 只是水煮漆里辣劲不够啊 江湖人 你的人情 迪人杰记住了 现在人杰去找个朋友 半个时针后 普世殿外景 我定会证明 慕容卿普世殿 你不是凶手 怎么也行 那你经计手 离慢没 trophies 我离�天 你不能线 那这个 homeless人 啊 吃 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